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潘 专业做白酒、团队和批发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前几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 钓鱼台新贵宾 还有我们这个钓鱼台的原浆液 刚刚到过时间不长有两款产品 通过我们这个当时 通过我们对比 发现这个新贵宾的口感 略微比这个老贵宾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那个前期呢 我就品鉴了这款钓鱼台的原浆液 发现这款产品啊 口感也非常不错 酒质也相当好 好,今天我们对这款产品进行一个对比 这个新贵宾 大家讲过 它这个包装要比老贵宾提升了不少 包装档色高档很多 它的酒质也是有些提升 感觉酒质口感上要比老贵宾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应该是沟桥的时候 加入了老酒的比例要比以前的老贵宾要高 高那么一点点 这款原浆液是一款 2018年出厂的产品 它有一个酒铁批色 是2017年的一个酒铁批色 这款产品呢 当时也给大家讲 它这个包装呢 和我们老贵宾的包装 基本是一致的 形状包括这个盒子的尺分 都是保持着一致的 但是这款酒质我也评见过 这款酒质确实不错 就是感觉它的一个圆浆液 给人的感觉有一点震灸神灸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 把这两款产品放在一起做一下对比 这个包装上还是我们这个新贵宾 略胜的巢 或者包装确实提升了不少 它这个基本的平行呢 还是延续了这个钓鱼台系列 一个最早的老的一个平行 平行都差不多 就是这个圆浆液 它这个总感觉 给人的感觉 可能就有点神震灸的一个感觉 圆浆液 它如果是钓鱼台 我昨天品鉴这款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它如果不叫圆浆液 这个东西 如果叫其他钓鱼台什么真糖 钓鱼台什么真品等等 这款酒啊 是绝对的价格要高很多 因为它的酒体 确确实实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的一款酒 我们这个品鉴一下 这款产品呢 是18年代的批次 这个十字期呢 是17年的一个批次 生产日期是18年的 18年出厂日期 也不是 对 是 等等 颜色也是一个 透亮有点微黄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新卫病 它有一种酱香突出的风格 这场酒的盐是差不多 包括这个酒柱有感觉长度 闻起来的话 这款圆香剑 稍微要柔和一点 协调一点 这款感觉酱香有点突出的味道 有点突出的味道 入口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尾段略微有点偏酸偏苦 但是呢 回甘也非常快 下咽的时候也非常顺畅 这种感觉 是 它是 有点 有点 令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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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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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款产品呢入口的时候感觉都差不多 但是呢这个产品呢回味我觉得要比这个新贵边回味要长一点 而且呢这个原浆液这款产品的酒铁更绵柔一点 更绵柔一点应该是跟它这个年份的关系啊 因为它是18年的一个生产收藏日期 到现在已经一个平储有两年的一个时间了 这是19年的可能是有年份的我感觉 所以呢这款口感上更为协调一点 更为协调一点 我说了这款那个刚才说这个新贵边和原浆液 这个原浆液唯一不足的就是我感觉 我感觉唯一不足 就是它这个原浆液这个包装呀设计可能有点震咬的一个感觉 如果这款产品2008年就停产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浆液的原因 它的销量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 但是呢确确实实这款产品呢也是酒体确确实实非常好非常好 你对比于新贵边来说这款酒制它是略胜于仇的 而且呢它价格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做钓鱼台系列中 遇到的一款价格比较低的一款产品 你相对于其他酒体相对于其他酒体包括我们老博冰 还有新贵宾老贵宾等等这些产品 现在价格都在160015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上 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相对于他们相对于我们这个新贵宾来说 价格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最起码要比他便宜不少 现在他1000不到1400这么一个价格上 而且呢它的酒制要比这个贵宾的酒制确实实实要好一点了 还是18年这个出厂了一款产品 如果你选择喝这一款酱一百九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一款原浆叶吧 因为这款产品呢有这么两年一个平主日期 它的口感上丰富度上还是要相对来说还是要好一点 所以呢也是比较推荐的产品 毕竟呢钓鱼台的酒铁还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钓鱼台这个品牌属于一个定位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 它的知名度要比其他那个茅台阵系列酒要好不少 因为它的品牌定位非常高端 酒铁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所以呢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牌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以私信 我就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